第一我们Receive要从Multiple的Source receive 第二我们要去看那个Deliver的人的Intention是什么 我听过一个Case是 煮木瓜 也可以这样滴血糖 通常这种叫迷失 是因为他可能没有scientific的support 可能这样子做法是不secure的 可能会有什么商差量短 可能你吃了之后会有什么sac effect 我们不知道 但是 科学是一直进步了 我不能够直接打断讲这个东西就是错 那如果我在讲这个东西错的时候 at the same time有paper出来了 那我就错了 so in order to neutralize这个misconcept 要先看两个点 一 是我们怎样receive 资讯 听到一些似乎好像 很正确 完全无切可及的 完全 好像完美的一个suggestion 你反而要推一步 去想一下 这个东西是可靠的 第二步 你要去问别的专业人士 你不可以 以单一的source来input 第二 你要去了解 那个讲的人的动机 他的intention是什么 如果那个人的动机 是product driven的话 那很有可能 他是为了做sales 才讲这个东西出来 如果那个人讲的动机 是为了你好 他会跟你分析 因为你这样 这样的情况 我看过这样 这个solution是最好的 那这个还可靠一点 我总结 in order to 要解决misconcept 要从两方面去看 第一 我们receive 要从multiple的source receive 第二 我们要去看 那个deliver的人的intention 是什么 我 我 那么 谢谢大家